大鱼大肉吃腻了 来一款酸甜醒味又滋润的雪梨山楂糕 老少皆宜 准备好食材 山楂洗净躯壳 如果没有新鲜山楂 也可以用山楂干代替 雪梨洗净切块 不用去皮 因为雪梨皮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维生素也很高 切好的雪梨与山楂一起倒入锅中 加入1200毫升清水煮30分钟 山楂本身还有裹胶物质 能辅助高体凝固哦 煮好出锅 滤出骨面的汤汁 将煮好的山楂与梨块 倒入了浴室内 打成泥状 现代的小仙女都用铺鼻机 骨质的做法是煮烂至糊状 然后倒入锅中 再将滤出的汤汁一起倒入锅内 中火煮30分钟 出锅滤出果渣 这是口感细腻软滑的关键 汤汁中加入200毫升蜂蜜 味道能丰富 50克白砂糖 小火加热不断搅拌 用雪梨山楂泥挂铲子上不容易滴落的浓稠状即可 再倒入容器中冷却凝固 拨抹磨 切块装盘 饼上辉花蜜 口感更佳 酸甜可口 这道雪梨山楂糕不仅消失减腻 对于飞热酒可者 也是养生甜品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人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